好,OK 這個考試還是可以因為半歲的考試? 你要半歲也可以啊 我半歲 我覺得要半很怕 啊! 好,我們講福利 上禮拜我們講的壓力還記不記得壓力 什麼壓力? 壓力是什麼? 壓力就是 壓力就是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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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它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它 想要它建議啊 從頭上就出以正向力 出以正向力 壓力就是壓力 壓力是什麼? 跟誰有關? 想一下 就都在想一下 我哪有 對 我哪有 我哪有比壓在手指頭 壓力就是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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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最大 壓力越大 壓力越小 壓力越大 壓力越小 放在分母 放在哪里 放在分母 放在分母的时候 你的筋骨面积越大的时候 这个P就越小 差别什么 你要增加力也可以 通常就是这样子就好 或者是那个 增加力啊 你要讲增加力也不足 因为它主要是垂直面的上面的力量 这个力量呢 我们平均分配在这个面积上面 在这个面积上 感受的就是一个压力 P 那我们在水里面 某一个深度 H 这个深度所感受的压力怎么算 想像有点吸管 想像有点吸管 放在这个面上 这个面的压力多大 在这边 这边的压力 有点,要看 你刚才吸管那个面 欸,然后 那 那 那 不是 应该就是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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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这样的 错了 这什么意思 就是吸管跟面的压力 为什么 吸管压力压力是它的高度居除上面积 面积除上力 面积除上力 面积 高度居面积是什么 不是F 除上力 不是不是 是不是 面积在下 那是什么除了吗 力除以面积 力除于面积 上面写的力除以面积 然后这一点上的压力是多少 面积乘以高 再乘以液体的力度 才是浓度 力度 这样对不对 为什么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樣子? 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它水的壓力是四面八方的 它來自四面八方的 我們現在已經講這個吸管了 已經沒有只有四面八方的問題了 那就是來自下面 左邊、右邊 已經來自... 我們已經講這個吸管了 我們考慮是吸管裡面的水 那就是... H怎麼樣? H是它的高度 H它的高度是哪? 哪? 所以它的壓力呢? 你的意思是它壓力點高度? 不是啊 那等於什麼? 那等於高度前移密度 那等於高度前移密度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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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啊 就是吸管那一個... 沒有密度 那一段的... 容量... 體積啊 然後裡面是水的密度 就是等於那個... 那個面子做的壓力 就講到70%左右 講清楚一點 講不夠清楚 我們就做了 就是從那時候有東西壓下來的 它壓的東西有多重 對就是在想像一下這個... 吸管 這個吸管裡面也有東西 壓在這個面上 不是嗎? 這裡面有多重? 這樣子啊 這裡面有多重? 到底有多重? 怎麼出來? H-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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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壓力 壓力 怎麼來的啊? D-G 這個... 水... 這個... 這個... 水... 這個... 好 這吸管裡面的水的地吸引力 是怎麼算? 水... 水... 是水... 就是... 面積就是... 這個... 面積 就是... 面積..然後咧? 面積然後咧? 應該是H-D 然後... H-D H-D 還有一個A 然後咧? A A 然後咧? G 然後... 分之A 主理A吧 A或越掉 明天A或越掉 這個分子怎麼來的 AG等於 AG等於什麼 沒有 沒有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怎麼來的 為什麼這個東西 全部都放在休息 差一個禮拜 回去我們複習一下 有 只拿錯了 學習在扭護行過嗎 學習在扭護行過嗎 學習在扭護行過 那就扭護行好了 好 要怎麼上課 我們這樣子 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一個禮拜又一個禮拜 基本上你們就是上完課 下課 下課就還給我 是這樣子嗎 那下一堂課怎麼上 那下一堂課怎麼上 我們只要上第一堂課上的東西 因為再一個禮拜就忘記了 再重新把第一堂課上一遍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每天都上 第一個禮拜上過的東西到了 我們要看密度 因為我們沒有知道它的重量 因為我們沒有知道它的重量 密度我們知道了 是第一 我們沒有知道它的重量 它重量怎麼算 然後呢 我們要知道它的重量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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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東西 C G不是G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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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不是地心引力,G不是地心引力,G是动力加速度 G是动力加速度,什么叫动力加速度? 没有,没有 加速度是三个字记得吗?什么叫加速度? 每秒每秒移动几公尺,每秒每秒移动几公尺,错 什么?错 什么样加速度? 你可以做一个感觉的东西,说到一个力量移动几公尺 OK,非常好 一个东西受到力的作用,它越来越快 你不能告诉我每秒每秒移动几公尺 每秒每秒移动几公尺,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意义的东西 我们在讲加速度的单位的话,可以讲 OK,我们在讲加速度的时候,你可以讲说 它的单位叫做每秒每秒几公尺 那你会讲说,它就 假如你先讲说,这个加速度是3ms平方 你不能叫做,它的加速度是每秒每秒移动三公尺 没有这样说到 它的加速度叫做每秒每秒三公尺 有人问你说,什么是加速度 你也不能告诉我,反正就是一公尺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对不对 加速度,顾名是加速度 就是越来越快,就是一公尺 那什么叫重力加速度 什么叫重力加速度 G 我说是G,我说是G,冒号重力加速度 就告诉你G就是重力加速度 那什么是重力加速度 就是,物体在地球上标出来的加速度 OK,非常好 物体在地球表面,因为重力的关系 形成的加速度 因为重力的关系所形成的加速度 一个物体的受力一定会有什么 一定会有加速度 一定会有加速度 我们讲过很多次 等于MA 任何一个物体 只要受到一个力的作用 一定会产生加速 在地球上,在地球表面 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物体 需要它们受力 受什么力 受什么力 受重力的影响嘛 重力向下哦 在地球到底可以讲这些地心引力 但是通常讲重力会比较 因为重力表现质量的影响 就是形成的力 或者会比较有引力 重力 就是重力的影响 向下 在地球表面 这个重力所形成的加速度 我们就给它一个专业的密集 叫做重力加速度 叫做G 好了 我们把这个体积 乘上密度之后的那个质量 这个质量 再乘上G 表示什么 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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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也代表什么 那个区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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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得到质量之后 我们再乘上一个G 代表什么 那个质量以后 出到重力加速 OK 那个质量所收的什么 重力加速 错 所收的什么 重力 所收的重力 所收的重力 其余就是重力加速度的 你不是说这个质量 乘那个G 代表这个质量所收的重力加速度 我乘上重力加速度 结果他得到重力是 他所收的重力加速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一个质量 收那个加速度 看到他已经能加速度 他收了什么 他收了一个压力的作用嘛 这样清楚没有 嗯 再讲一遍 这个体积 知道了 我们乘上什么 会得到密度 该会得到质量 乘上什么 乘上密度 乘上密度 会得到质量 对不对 体积乘上质量 乘上密度 会得到质量 好 我得到质量之后呢 我如果要再乘上一个G 会得到什么 这个质量所收的重力 所以我已经得到一个力了 所收的密集 向下 就是向下坐在这个面积上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手 得到的力量 再出算面积 我就得到什么 我就得到什么 压力 就得到压力了 对不对 想象一下 这个吸管可以很大 也可以非常非常非常细细的 跟整阵细的细到 看不到体积 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那这时候我就得到这个点的 这个点的压力了 现在这个吸管 就是一根细细的 比真还细的东西 那我所得到的 就是这一点的压力 是不是 所以这一点的压力 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A约掉了嘛 是等于FDE 成他一个G 我如果成他一个G呢 表示这个压力 是以牛顿为单位 我如果没有成他一个G呢 表示压力是以公斤为单位 这样清楚吗? 清楚 为什么成他一个G 就是代表牛顿 为什么成他一个G 就是代表牛顿 为什么 为重点 蛤? 因为重力是什么? 我成他一个重力加速 我成他一个重力加速 就成 就变什么? 我把一个质量 成他重力加速 就变什么? 就变牛顿了嘛 你递的单位是牛顿吗? 对不对 我没有成他G之前 我们可以说 这重力是三公斤重的力 是不是可以? 这重力是说你的三公斤重的力 好 请问一下 等于几牛顿? 三公斤 蛤? 三公斤重的力 等于几牛顿? 三公斤重的力 三乘以9.8 对不对 或者我可以叫三乘 是不是 一公斤的质量的物体 在地球表面 他所受的力是多大? 一公斤重的力表 在地球表面 受的重力是多大? 一牛顿 一牛顿吗? 柳顿重的重力是多大? 差不多十牛顿 我说一公斤 差不多十牛顿就是9.8牛顿 对不对 那你也或者你也可以叫做 一公斤重的重力 懂吗? 所以一公斤重 加上这个W的意思 假如说 这是一个精神单位 好 好 这压力 打起精神来 我不要 每次 重新来 木息 要花半斤去木息 那我们这样 进步会非常非常慢 我现在讲的是 二零级的最后的单元 比较福利 所以压力部分是没有一个吧 压力部分是没有一个 还没有比较好 还没有比较好 那我们想一下福利 什么是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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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 为什么要有福利 福利要是什么 东西在疫情中 东西在疫情中 然后呢? 因为我们要做到的 一般是在补量 由下往上湿的力 也是比较好 由下往下湿的力 然後撿起來如果是由下往上的力 比較大的時候它就會有一個浮力 這個意思嗎 好 身上沒有比較大 身上到外面就是它等於右下 就是會等於 但是支撐 因為這是一張桌子 有在聽好 有 誰也有在聽好 有 這是一張桌子 我上面放個物體 這個物體製作為會掉下去 為什麼 我這個東西有個鋼鋼像這樣 這桌子有它的力量向上 好 現在鋼鋼跟鋼鋼的關係是什麼 相等 相等對不對 所以這東西它就會往下掉了 合力多少 合力為零 所以這東西有沒有速度 有沒有加速度 沒有 都沒有 好 它力量都還速度的 好 這東西放在水裡面 它在水裡面載不載成了 這個物體的質量 W 好 請問一下 它沒有像在移動的時候 它平衡的時候 它為什麼停在這邊 因為水給它有浮力 水給它有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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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給它一個浮力 水給它有浮力 這個浮力跟這個W的關節什麼 相等 這樣等 假设有另外一个物体 存在水里面 那一样有质量W 喜欢水有什么福利 有,我也有 水有什么福利 假设是不是要F1 是F2 喜欢F2跟W的关系是什么 F2小于W F2小于W 它不是应该往比较掉吗 就是它有支撑力 它有支撑力 这个地板有给它支撑力 是不是 它支撑力叫F3 F2,F3,W不关系 F2加F3 F2加F3 乘以W 好,这有问题 所以如果刚好是不在中间 不在中间 一样 假设这个物体 浮在中间 它的重力是 当你像这样 好,你看它浮在中间 它受哪些力 水的福利 它受水的福利 好,你看浮在中间 浮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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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公式我們用的不煩對不對 只要沒有速度 沒有加速度 只要沒有加速度 只要沒有加速度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力平衡嘛 合力多少 0嘛 只要正面是0 我們的F一定是0啊 對不對 對 質量會不會是0 質量不會為0嘛 物理很簡單 物理的東西是 質量會不會為0 質量會不會為0 質量會不會負的 不可能是負的嘛 實量會是負的 不可能嘛 所以這解決很多問題上 已經把數學的很多那種奇怪怪的問題都刪掉了 物理很簡單 因為物理太簡單 它東西都很 質量不會為0 好 像物理會為0 可以為1 所以就清楚了啊 所以大家都很簡單 像數學在解題 解完之後就說 哎呀這個 如果它大0的時候怎麼樣 如果它小0的時候怎麼樣 如果它等於0怎麼樣 你還想什麼時候方法 在物理裡面有什麼那麼多 有的沒有的 質量 就我們答應 如果解出來質量小而已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錯 一定錯了嘛 質量不可能小而已嘛 對不對 光會有質量 光會有質量 但是光有能不能交付 有 光有交付 那光是複子 光啊 光是複子 光啊 光是複子 光是複子 就是複典物理學 複典物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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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瘦力的 但是在量子物理學來講 或許光就是瘦力的 光是在背景之下 它會有大肆力的 但是我們現在沒辦法放複子 以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讀物理系 你就找這個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到底水的浮力怎麼產生 水為什麼有浮力 水的浮力怎麼產生 我們來想一下 這是一杯水 我們想像一下 一個物體 這個想像是 一個東西在水裡面 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這個面積 這邊有小小的面積有沒有 跟左邊 這邊有一個面積 跟左邊的面積 左邊有一個面積 像這個面積所收的壓力跟左邊的壓力不一樣 上一個面積 對不對 我這邊所收的壓力P 這邊在手收的壓力P 是不是相同 對我沉上整個面積之後 我所做的一 다리 沉下這個面積 這個打A好了 右边说多少力? 右边说多少力? DELTA A 怎么样? 我手手力是DELTA A 手机 这个问题 因为P不是等一 F是F 所以F是什么? F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把压力沉上的面积 就得到有力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 右边手手力跟左边手手力 一不一样? 一样 那我们再扩充 那沉上另一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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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问 右边手手的总力 跟左边手手的总力 左边这个面积手手的总力 跟右边这个面积手手的总力 一不一样? 一样 对不对? 所以左边右边力一样的时候 你会左右移动 左右平衡 左右平衡 好 我们再考虑前后 前 后 我刚刚说到你前后的压力 一不一样? 一样 对不对? 前后压力一样 那前后的会不会左右移动? 不会 不会嘛 平衡 对不对? 那我们考虑上下 现在最重要是上下 现在上面这一块 面积 手手的压力多少? 跟谁有关? 跟上面的距离有关 对不对? 假设的距离是什么? 是H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它的面积手手的压力多少? H 我先看压力好了 压力是什么? 上面这一 上面这个面积手手的压力多少? 又是 就是 不要他他OLH 不要他A乘H 然后呢? 手手手的压力 这是乘用书的嘛 我没有说对了 我说A乘用书的 A乘乘乘 H乘乘乘的 A乘乘乘乘 最高度的面到E面的高度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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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要剛舉手 沒有問題,要舉個接的 P上啊,上面這個面積所受的壓力 上面這個面積所受的力量 上面這個面積所受的力量多少? 欸,就繼續講啊,不要跟我講嘛 不要跟我寫,我希望你們能講,好不好? 講不出來,表示說沒有講清楚,是吧? 好,再回來 上面的壓力是多少? 陳佑,講了A,H,P,G 陳佑,講了A,有問題 所以等什麼? H,P,G,有問題 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上面的力量是多少? P,上面的壓力,陳佑上面的面積 A多少? 多少? 啊? P,A P,A不是寫在這裡嗎? 所以等什麼? 啊? A,有問題 H,B,G,A 喔 H,B,G,A嘛 這怎麼會一下就卡住了咧? H,B,G,A在這裡嗎? 幹嘛在寫的咧? 啊,陳佑上A不是得到力量 是不是寫了? 你把壓力陳佑上面積才會得到力量啊? 嗯 我們等一下想力量有多大,不是嗎? F是面嗎? F是面啊 你現在已經知道 現在這邊是壓力咧 這是壓力咧 這是壓力咧 你現在做真的不是壓力嗎? 對 啊,你知道壓力 我想知道是上面所說的最好力 不知道是那A 哦 啊,志宇 所以如果它這個面積兩個不一樣 它讓它不就是大 對啊 動機想像一樣的嗎? 最簡單啊 如果有相片非常大 等一下清 這個動機都是想像的 你可以想像一個一樣大的嗎? 蛤 可以想像一個一樣大的嗎? 蛤 可以想像一個一樣大的嗎? 如果如果... 如果... 對啊,我先問你們 可不可以想像一樣大的嗎? 可以,那就好 好,我們先想像一樣大的,好不好 這樣問題 是 沒有問題吧? 沒有 所以到這邊來 你們會講不出來 可能是哪邊有問題 一定要去講哪邊有問題 像剛剛陳佑就問我說 為什麼要成到一個A 他們一下沒有想...沒有想過 那現在的A 那就再回去看 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所以隨時一定要回去 double check 為什麼到這邊會搞不清楚 哪裡有問題 好不好 所以上面的力量知道了嗎? 是不是這樣 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考慮下面這個面積 下面有個面積吧 下面有個面積 是不是有受一個力 接著 啊,請問下面這個面積手的力是多少 怎麼算? 下面這個面積手的力怎麼算? 好,我們起來在旁邊 最後我們可以參考 是不是要先知道B下 一樣的存在這個A 是不是? 是不是,信不信? 是的,對不對 P下是多少? P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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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呢多少?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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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知道F下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狀況是怎麼樣 才知道它有平衡啦 F上已經有啦 這個物體在水裡面 它上面有吃的力 F上不知道 下面有沒有受個力 下面有沒有受個力 也有嘛 那怎麼知道這個力的大小 我是不是要把這個面積的 所收的壓力先算出來 在層上這個面積 我就可以得到 身邊所得到的向下的力了 是不是 下面的壓力會不會斷 B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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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斷 我現在這個面 白色這個面 受一個壓力向上 對不對 那這個壓力有多大 什麼? 這個壓力是HBG 那跟這個壓力是一樣喔 什麼? 你的不同不同 哪裡不一樣? H不同 這個H不同 長大那個 它做這個高度不是嗎 假設我這邊高度是什麼 小H嘛 對不對 這個正方比的高度是小H 所以這邊就不是大H 這邊會是什麼 大H加小H非常好 對不對 是不是大H加小H也是一樣低距離 大H加小H 就是這個高度是小H 這邊的地面的距離是大H 所以這邊的壓力多少 是大H加小H成長低距離 有問題 沒有 所以我壓力有了 那我的面積是一樣成長 我就覺得到他下面手套的力 是不是 是 所以那個大H小H有關號 有關號 兩倍H的力 下面手套的力 下面手套的力 下面手套的力往上 那為什麼是往上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的 你在這個力體當中 所套的力是四面八方的 但是 就上面這個力體要講 它所套的力體是向下 它下面有沒有力體 對 那它的高度不應該是大H加小H 那下面的高度 我剛剛講下面的高度啊 不是啦 我在跟它解釋 解釋一個物體 它講的為什麼只有 為什麼這個壓力是向上不向下 我先從上面來解釋 上面這個壓力 它通到到底為什麼這上面不是向上 為什麼是向下 因為這個物體 這個物體 裡面通的時候 它上面通到水 上面只有水的壓力 下面有沒有水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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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水的壓力嗎 這是空的啊 是這個物體啊 下面有水的壓力 這一面就是面積來講 有下面的壓力嗎 沒有嘛 同樣的下面這一塊 有上面的壓力嗎 沒有嘛 它有下面的壓力 水只有向上之地啊 它沒有 這邊沒有水啊 上面這邊沒有水啊 這很容易嗎 這個物體 當它在水裡面的時候 它有存在的壓力 只有來自於四面巴 中間是沒有水的壓力 懂我意思嗎 中間沒有水嘛 而且這水的壓力 已經被這個結構撐掉了 所以整個來看 只有四面巴 放到水的壓力 沒有內部的水壓力 好 所以 一下也知道了 所以它力量 塵上去我們就摺它 塵上去就摺它下面的力量 對 好 然後 往下 再跟水 對 往下 是 從了 有 從水的壓力啊 好 等一下 水裡面一個物體 我們要水的壓力四面八方 所以水的壓力都是像這個物體施壓 是不是都像這個物體施壓 是不是 請問內部有沒有壓力向外 有沒有水壓向外 沒有 沒有 所以如果物體有空氣的話 它會被壓到除去 就會有向外的力 如果它壓到除去 它一定會有向外的力 像是反作用力 這物體不是本身有結構嗎 這結構不管是裡面的氣體 或是它本身的結構 當壓力施給它 它有一個力 壓力並且它是小面積 變一個力的就是 它變成力的時候 這個物體會向外是一個反作用力 所以它得到這個反作用力 而不是得到另外一個壓力 是物體本身是對水所示的反作用力 那你也說 那什麼物體在這裡都不會動嗎 我沒講完了 我沒講完了 所以剛剛 這裡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這邊是向下 這個第一問題是向上 那上面這邊就是向下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 你這樣上來的力量 這樣到底不是把這邊的面積 層上這邊的手上的壓力就可以了 對啊 可是 那個 小H是它的力量高度 對啊 小H是這個力量高度 那它的H是你上面比前面的高度 對啊 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 這樣上來的力量 用哪一個 用哪一個 HC 我是說 像上來的力量 用滑水的高度 總高度 總高度 我們用總高度嗎 那個應該要加一點那一段 你說只用那一段嗎 對 加一點那一段 就這一點的高度 你自己來的 你可以上來比一下 我突然想講哪一段 對 這一段 當然不是啊 這滑 有問題喔 你在算 你在算壓力的時候 我們在講 好 這是一杯水 這一點的壓力怎麼算 這一點的壓力怎麼算 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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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高度嗎 是用哪個高度 是用上面的高度嗎 可是 你認了一個點 是用水面的高度 不是嗎 不是嗎 不太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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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用不太適 哦 這是一個物體 它是水裡面 對 好 它調在水裡面 就是它沒通到底 對 你看它說 三球粒 一個是它的高度 一個是 上面的 就是 它上面的 水牙 它的浮力 這個 下面的 我現在可以講 下面的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東西在水裡面 它當然是釋放作為重力啊 但是我現在沒有考慮的重力啊 我現在考慮說 水對它的力有多大 那水對它的力 已經是從 表面积所收的壓力轉換成力之後來看 是不是 我到現在沒有考慮它的動力喔 我到現在已經說它的浮力應該是 應該是下面的高度 會哪個下面高度 都是下面的高度 你說用這個高度啊 對喔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下面往上的力 那假設我這個背子很深 所以它能力量會更大喔 是嗎 所以你去排裡面游游你不要浮起來 是因為你下面很深的關係 你到前腿就浮起來 是因為我下面幾乎沒有保護所以沒有浮力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我到前腿去我浮起來了 因為我下面沒有距離 是這樣嗎 好 那所以我要解釋啊 水裡面這才點的壓力跟誰有關 跟誰的高度有關 跟到水底下的高度跟水面上的高度有關 這個可以當成椅子啊 你剛才講過 B等於HT 這區不見得到有 B等於HTT 這是不是椅子 是不是椅子 椅子齁 那既然是椅子 就不應該認識這個問題啊 怎麼會從下面來算 我現在不管它 我現在只告訴你說 這一點的壓力是多少 怎麼算 就是下面這個面積的那個點 任何一個點上的壓力怎麼算 是不是也是要看這高度 嗯 知道水面上還是到水面下 知道水面上嗎 那才點的壓力是看水面上嗎 不會看水面下 對 所以你剛才問的是 你最底面積那個受到不加壓力 對啊 你看 這個物體在水底下 就是水 可是我會說 它要是上體力的話 你現在還沒到那邊嗎 不擠好不好 這個物體 水面上 這一面所受的水的壓力 轉換成力氣 這一面的壓力 乘上這個面積 這一面所受的力 是這一面所受的壓力 乘上面積 這樣問題 確定好沒有問題 所以上面這個面手受的壓力多少 多少 下面這個面手受的壓力多少 在那邊 Hdg Hdg 下面這個面手受的壓力多少 H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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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n 我們把這講完再下課 H加H G G A 好了 A比較大 下面的比較大 所以我們把所做的總力是向上的 F等於F下 -F上 等下等下等下 我們現在的受到的壓力比較好 就是壓力之力 像這個力度比較大 對 所以力比較大 下面的力比較大 這樣看起來不是他 因為他不能卡進去啊 他們不是都往下 他們不是都往下 上面是往下 下面是往上啊 我們剛不是畫一個圓 這個東西在水裡面 他所做的壓力還來自四面八方 所有的壓力都是垂直於這個面 所以請問下面的壓力是往上還是往下 往上嘛 上面這邊的壓力是往下還是往上 往下 左邊這個力 這個壓力是往右還是往左 往右嘛 這樣有概念嗎 所以說他水是向上壓 水不是向上壓嗎 這邊的壓力不是向上嗎 這邊壓力不是向上 上面沒有東西啊 上面是這個結構啊 上面沒有水啊 好好講 關於水 所以,我们的力量等于下面的力减上面的力,会在乎什么? 会在乎什么? 会在乎什么? 不要,我们就把机上算完 会在乎什么? 负颚onn 你的小SBG 没苦力喔 没厚乎什么? 小SBG 这时候,还没硬定他叫做乎立 他在乎立体里面 他处得上面的力跟下面的力相当,下面的力相当 然後它算出來的結果是正中期 這時候我們可以說 只要認了一個問題在水裡面 它已經受到一個向上推折的力 已經受到一個向上推折的力 那我們就要聽到鼓勵 它的定義呢 它算出來的結果 推到的結果是等於HDGA 好 我們再重新整理一下 這等於HD 對不起 H乘上A乘上D乘上G HD是什麼 HD是什麼 不是HA HA是什麼 H是這個中間高度 A是什麼 A是這個面積 好 我們都學過幾個嗎 這個 那不去學幾個嗎 這個面積乘上高度等於什麼 體積 體積嘛 所以這邊可以寫成 體積乘上D乘上G 這輔力啊 所以輔力等於什麼 輔力等於一個物體 在水裡面的體積 乘上水裡面的質量 在乘上水裡面的 地形的重力叫做 這就是輔力了 所以你總共得到了一個 輔力等於什麼 體積 乘上水的力度 在乘上G OK 那這G有時候也很不寫 他就這樣VD 他表現是公分重的單位 好 所以輔力的定義就出來了 所以我看回來剛剛 志宇講的 那如果這東西是一個不規格的形狀 譬如是長這樣子呢 痛不痛 怎麼痛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因為這個體積是想像的 會不會想像它是非常小 很小一個 會不會想像它是一個很小一個 會不會影響這推導結果 不影響嘛 這推導結果 這推導的數據 並沒有講 我並沒有告訴說H多少 並沒有說H一定要等2公分 或是H量是4公尺 沒有嘛 H可以等於0.001公分 可以吧 可以嗎 那同樣的 我可以把東西切割嗎 切割能小方塊 小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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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組成的 通不通 都通嘛 這就是尾積分喔 理割大東西分割成小東西 來考慮 小東西只要通了 大東西都通 這個尾積分的概念 所以我這個只要通了 我真的問題可以被我成立 因為他可以說成一個很小很小的 小地方去組合的成 所以只要在液體 我的物體在液體底下 排開水的體積 排開水的體積 水的密度 就是我的福利了 這樣OK了嗎 所以福利上可以倒了喔 好 下一個